最好就不要在牌坊街裡面吃一些特色小食 炒鬼 就是 你在牌坊街吃一碗呢? 夏天最棒的 兄弟們 I'm in 炒粥 This morning I'm going to try traditional 吊猪的 favorite breakfast 吊猪炒粉 我要一塊牛肉炒粉 好 謝謝 這個做法其實跟紅粽差不多 不過是加 拼了八粒 老闆鹹水果是什麼? 粽子嗎? 在附近買這個鹹水果 五塊錢 如果你在牌坊街裡面 可能三倍價錢 這裡面是菜脯 然後還有那個果就是 就是那個粉 嗯 其實還行 也不算很好吃 也不算不好吃 最好就不要在牌坊街裡面吃一些特色小食 不過如果你不想浪費腳骨力去找的話 就可以在那裡吃的 比較方便 譬如這裡一個草果海石花 如果是普通市民自己拉一部車仔出來買的 三元計 你在牌坊街吃一碗 25元 You know what I mean bro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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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果 海石花 The opposite of this market to find this uncle with white hat it sells 草果 和海石花 I bought these two are only 7RNB if you wanna try both of these in牌坊街 probably 20-25 each 要花25塊 我買了 我買了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 天天都在這裡賣嗎 沒有 有時候去別的地方 我早就 在空中熱湯 廣就在這裡 到12點 下午就去別的地方 You can find him in the morning sometimes 因為他會改變的地方 這就是海石花 Look 這個不到三十元 一杯奶茶 雙雙 只有三十元 夏天最棒的 兄弟們 草果 就是 仙草 上仙草 Put some sugar 但這個兩邊是暖的 我以為它是冷的 這是新春路 在這個路口 我以為它是冷的 是